亦兰县青葱全年栽培面积约700公顷 所产青葱葱白长且质地细致 年产值可高达5至6亿元 然而青葱栽培过程常遭受甜菜叶额危害 其幼虫藏匿于葱管里啃食葱叶 造成葱叶呈白色薄墨状 近年来每到夏季期间足取密度急速上升 大量幼虫啃食葱管 造成葱农严重经济损失 频繁用药甚至肺根等问题 近年因气候变迁 久旱久落的极端气候造成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时间 越来越难以预测 然而在根据数据资料发现 甜菜叶额大爆发的时间 似乎与气象因素有所关联 为协助农民在害虫危害严重之前 准确掌握正确防治时机 疏解轻松虫害问题 本厂与数据公司合作 分析以往气象数据及业额密度之间的关系 建立预测运算公式 希望从预警层面 透过训练模型运算的结果 在即将达严重发生的预支前10天发出警示 此模型预测准确率达8乘4 预测的结果 搭配近年本厂针对甜菜叶额研发的各项防治技术 依据不同时节、不同害虫密度 未诊防治成技术套组 纳入预警推波内容 使预警接收端提早进行正确防治因应作为 农民接收到预警推波讯息后 便可依照讯息内建议的防治方式 进行田间特定药剂施用 灯光诱沙、降温措施等防治工作 因此可减少人力寻田检释成虫密度的频率 预测出将达预值的前10天 便让农民开始进行加强防治作业 减少经济损失及化学农药成本投入10%至20% 让青葱农民维持品质和产量